好的 请领导放心 王武同志的死因 我们一定会查清楚 一定给大家一个交代 另外 督察组啊 对我们提出的环保的问题呢 我亲自挂帅 带领市委班子 把这个责任承担下来 请领导放心 人 廖师姐 我到处找你 怎么样 有什么发现没有 我第一时间找到了 赵局长和金智 跟您做个简单的汇报 廖师姐 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啊 非常有限 法医出雾排除了 他杀的可能 他的肺里呢 有大量的污水和泥土 就喉咙这块 还有很多水草 王武生前 也是不会游泳的 而且他的血液里 酒精含量非常高 所以也不排除 酒后溺水的可能性 我们也调取了 案发前后十几个小时的录像 发现 确实是他自己 在墙上跳下去的 喝醉了跳下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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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谁喝得酒啊 跟他那家属联系了吗 联系了 他周围的人群 我们也开始摸牌了 关键是他当了那么多年的副市长 社会关系比较多 摸牌起来需要一点时间 嗯嗯嗯 廖师姐 另外 王武溺水这件事情 很快就会在老百姓中传开 那先传口气 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个准备啊 到时候以鹅传鹅 那就麻烦了 你这是肯定的 你就不能回避啊这事啊 你们公安部门发警情通讯 你就实话实说 你不能藏着掖着了 就说这个死因还没有查清楚 还在调查之中 就不能太被动了 嗯 廖师姐 严主席 正好你来了 照直啊 你们掌握的所有材料 一定第一时间跟纪委同步啊 嗯 可千万不能再闹笑话了 是 廖师姐 这是何邦武同志 是有密切接触的人员名单 您看看 这郑韩江 这是那个 就是那个 今天上午我们听课的教授 齐江大学环境学院的院长 齐江大学的副校长 嗯 他跟王伯都是大学同学啊 那严者你去找他 好 加油队长 王伯 王伯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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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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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王伯 快传开来 公公啊 底下 快 王伯 加油 王伯 加油 王伯 加油 队长加油 王伯 加油 王伯这一道家 责任怎么划算啊 独察组这个意见 你以为指针对王伯 手榴弹扔 扔在这个屋子里头 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 你以为你能跑掉 好 坐去吧 坐去吧 王老 那我们开始吧 好 下面我们就请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组长王成同志 向我们齐江市 反馈督察组意见 大家欢迎 主察组出来的这份报告 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了 六大项问题 四百二十一个具体问题 大家是不是都已经看过了 好 我最不愿意念稿子了 既然大家都看过了 交流一下 主题五个字 往后怎么办 我先说 好 作为市长 看的这个报告 六大项 四百二十一个问题 说句实在话 情何以堪呢 我们没脸面对齐江人民 我们的观念太落伍了 尤其是这几年 齐江的经济高速发展 大家各抓一摊 忙得团团转 是 以为把环保工作 让王武同志盯着就可以了 现在看到这个报告 真的是猛然惊醒啊 今天上午啊 我们大家 听了一个环保讲座 现在是有些晚了 但是 我们应该亡羊补牢 坚决彻底地抓住痛点 要点 坚决整改 我不是环保方面的专家 我们应该尽快地 找到一位 能够替代王武同志的人选 定好时间 坚决彻底地 打一场攻坚战 要洗掉这个耻辱 这是我的态度 也是 代表齐江市政府的表态 他那个 替换人选的事啊 等这个会儿之后 然后我们再商量商量 你叫刘庚野 王老 我是刘庚野 齐江市的常务副市长 主要负责地产招商这块 对 负责这个 今天你去买电机石的那个酒店 是叫齐江湿地大酒店吧 是 这是海外泰勒集团 和我们合资的一家七星级酒店 包括水上乐园 购物区 高档别墅 这些配套设施 发挥我们齐江的地形地貌优势 发展旅游度假 这些绿色经济 拆掉 我小兔崽子 下黑手啊 没事吧 我跟你讲 年轻级身我撞不死你不 怎么样 行不行 要不要换人 几点了 三点 四点叫吧 结贵你去 到这么大 非给我装饰衣服 来来来来 过里根过根树似的 是 我不愿说这两个字 你们逼着我说 行吧 毛主席讲啊 下车衣食哇啦哇啦 是最招人讨厌的 今天我就招大伙 讨厌一次 你们的副市长 他已经死了 他给我的报告里讲啊 齐江市退更还施九百公斤 牵走了一百四十四家工厂 工厂牵走了 是为了保护湿地吗 是为了你们保护一场 一个齐江水上乐园 你们牵了两百公顷的土地 你们还想牵多少 附近两个省的水泥厂 钢铁厂 加班加点的 为你们生产建筑材料 大了那么深的地基 滚凝土灌装 湿地的水系被阻断 我去工地看的时候 那个湿地已经用了 六千多公斤的混凝土 全是温度 哪个八重都看不见 搞那么大的园区 排污系统你们是怎么设计的 污水往哪排 往湿地里排吗 湿地那可是一个大宝贝啊 那是一个水系城市的废 雨季的时候 可把充足的雨水储存起来 旱季的时候 它会释放充足的地下水 使你们其将永不干渴 而且这么一大片湿地 它还是一个巨大的过滤器 它通过湿地的土壤 层层过滤 把有毒物质有害物质 过滤出来 自然降解 你们可好 用钢筋水泥混凝土的庄子 把它完全封闭起来了 你们想过没有 到了夏天雨季的时候 你们就要抗洪 旱季的时候 齐家老百姓的饮水问题 就会告急 你们想过这个问题吗 这只是我列举的其中的问题之一 我知道 环保需要钱 不发展经济 没有钱是搞不了环保的 可是你们拿着破坏环境的钱 来救环境 稍微长一点脑子的人 他也不能占杆 这叫弯肉捕窗 荒唐 黄保只是王武同志一个人的事情吗 你们都没有责任 都忙着搞GDP去了 环境问题 有王武同志一个人抓就好了 现在他死了更好啊 给大伙来了个死无对证 这样可以吗 这上面四百多个问题 你们必须解决 我会不停地回头看 看到你们彻底整改为止 你们还要明白一件事情 中央在这个问题上 是不会妥协的 刚才王老的这番话 宇忠现场 稍晚一会儿啊 那个秘书长通知下去啊 召开一个全市的干部的扩大会议 一旦落实到具体人 解决具体问题 从我开始 全都立下决定账 行吧行吧 那个先先先有事先忙吧 忙吧 还有另外那个什么 后面那个组织部啊 组织部跟盛政府那个会儿 到下面小会议室去开会儿 我在这儿进去 你在这儿坐着干什么呢 不是下边那个落实人选吗 赶紧下得开会吧 不是 书记 这合同可都签了 两个班子都过了 这不是强拆吗 人家在把我给告了 你以为告你啊 告的是我 告的是西江市 你下次拍会吧